面包师傅在锅中加入奶油和面粉 充分搅拌 这是面包制作的必备食材 但是近期进口奶油价格高涨 业者大喊快要撑不住 压力非常的大 业者都非常辛苦的在苦撑 因为你只要东西一张价 一般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就会跟得降低 糕饼主要原料奶油 大部分来自纽西兰和澳洲 每公斤从原本160 170元 上涨到220元 账夫高达三到四成 业者透露奶油如果涨到每公斤260元 势必将带动一波大规模涨价潮 但是经济部长王美花 在列院备巡时 关于奶油涨价问题 竟然这样回答 你也是今天早上起来 翻了报纸才知道是这样吗 因为他讲到很特定的奶油 媒体披露林才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进度的掌握 我认为是不及格的啦 主机总处的资料显示 9月有17项民生物资CPI 已经来到3.31% 创三年来新高 其中沙拉油受到黄豆上涨因素 年增率高达9.86% 猪肉酱油年增率 分别是7.75%和6.28% 除此之外 面粉也为服调涨 业界人士透露 已经有不少泡面 等等厂商酝酿涨价 美国大概运了5万亿 就是5兆的美金的钞料 所以造成了物价的上涨 同盆的这样的因素造成的 商总主席赖正义表示 如果物价继续恶化 接下来将引发一波新的危机 民众会慢慢感受到通膨压力 而网品集团下午宣布 开出涨价第一枪 10月25号将调整部分品牌价格 强调经营压力日益沉重 努力将平均调幅控制在5%以内 而这也是网品首度 有多达15个品牌一起涨价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